Hello 各位朋友 这里是汽廊房车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台车 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角 它的底盘呢 采用着福特新时代铺路 5米82长 后驱后单胎的车型 打造了一款B型房车 这个呢 它是个2.2T的柴油动力 6AMT的一个变速箱 是个黑颜色的 非常的漂亮 这个呢 是顾客定制的一个车型 好多顾客对这个福特心全顺 这个车型非常感兴趣 它这个车型有两款 一个是5米82长的 一个是5米99长的 可供大家选择 那么视频里这个是5米82长的 然后呢 它这个车内的布局呢 非常适合我们商务旅行 或者是我们家里面 多人出行的一个使用 它是个六座版的 这是最多能坐六个人 我们看到这台车呢 都知道这个车呢 是5米82长 宽度呢 是2米 高度现在是2米75 是挂蓝牌C道的 我们看一下车身的侧面嘛 首先看中门的一下 中门的下方呢 是电动踏步 它是随着车门收缩开启的 左右两侧 外面都是双层亚克力的外对窗 内部呢 是防空虫隐私的纱窗 侧面还有一个3米成2米5的支央棚 下面是户外灯 顶上呢 还有碳能板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呢 打开 它就是固定马桶 黑水箱的一个抽拉口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固定马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 后驱后单胎的一个车型 5米99是后驱后双台的 我们来看一下车身的尾部 尾部呢 顾客选装了一个玻璃缸的一个爬梯 外面呢 也是双层亚克力的外对窗 内部呢 是防空虫隐私的杀创 我们来看一下车身的一个左侧 这个地方呢 是清水箱的重力注水口 这个呢 是外置淋浴的快捷头 上面还有个12伏的电源 可以供我们使用 再往前呢 这个是逆变气的一个强牌散热风扇 这个是插家里面的225节试电 给我们的生活电瓶进行充电 全身呢 贴了七郎的专属拉花 非常的漂亮 这个车身的颜色有白色的 有黑色的 可供大家选择黑色的大气 白色的看的更亮堂一些 那么这就是车身外观的一个介绍 我们现在打开车身的中门 大家能看到这个电动踏步 它是随着车门收缩开启的 是个联动的 这个中门这块呢 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左侧的灶台的延伸 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入口 一个驻车的大砂门 这个砂门关上去以后呢 防止蚊虫进入车内 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配置 左侧呢 灶台延伸 下面呢 是一个两段式的无明火柴油罩 我把它拉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是一个无明火的柴油罩 它的燃料呢 是原车的油箱 连在一起的 只要原车油箱里面有油 它都可以工作 而且是无明火的 看起来更安全一些 上面是看不到火焰的 类似于电磁炉 但是它的火焰是在内部 不用的时候把它塞到里面就可以了 而且还有220部插座 供我们在户外用 这个是防空虫隐私的一个纱窗 中门的纱门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中门这块的一个布局 我们现在来到车内 首先我们看驾驶室 因为这个车绿路六座板的 正驾驶一个副驾驶 正驾驶后面是对象的四个座 而且中间有过道 方便我们前后的通行 正驾驶各有的手托 方便我们休息 然后我们看10寸的倒车影像 我们的方向盘 多功能的方向盘 带定速信航 DUGMT的变速箱 自带冷暖型的空调 包括两边还有我们的遮阳帘 隐私帘 方便我们休息的时候对拉 保护我们的隐私 上方的是一个出空间 下面是一个19寸的一个折叠的吸顶面饰 它可以手机的投屏 正驾驶后方就是我们对座 而且这个对座是可以拼床的 桌子是可以取掉的 外面有杯架 里面是垃圾楼烟灰缸 而且下面还有我们的插座 而且它这个床 拼床以后 这两个座椅拼床以后往外拉 里面有个折叠板 还能把变向把这个床给变宽 是与两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到时候拼床大概都是两米乘以85 拖一下的话变成一米二的宽洞 防空通隐私的纱窗 包括阅读灯啊 吊柜 四圈的吊柜都有 顶上的是一个24V的海尔顶值空调 入口处的上方呢 就是我们的总控开关 灯路电路水暖都在这控制 还能看到清水箱和呼吸箱水量 这也是库伦记 后面呢也是一个小的出空间 微波炉 左侧呢 入口处的左侧就是个灶台 800瓦电磁炉 一个66升的一个冰箱 后面呢是一个卷帘门的卫生间 固定式的马桶 折叠水盆 化妆镜啊 白灯的换气扇 这个都有 车身尾部呢 就是后横床 可以休息两个人的一个后横床 然后尺寸呢是1米8乘一个1米2的一个尺寸 两边呢都是吊柜 后门呢 内部呢是防护虫隐私的纱窗 外面呢是双层雅推卷的窗 你看左右两侧 这个C柱上都有着阅读灯 手机充电座 220插座都有 还有后面还有烟雾的一个报警器 这个就是我们后横床对卡座的布局 能坐六个人啊 短途的话坐六个人 而且他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对卡座呢 是可以拼床的 车内的家具啊 采用都是环保板台 轻量化的板台 全都是实木硬包 大家知道我们家是不错转包的 重色的一个家具颜色 加上一个浅色的柜门 更有层次感 内部呢 暖色系的灯光 更加的温馨 那我们来到车身的尾部 我们大开后门 看一下床下的一个布局啊 首先大家知道 这个是个后横床的一个车型 后横床的优点就是 它床下方的除空间非常丰富啊 也大 方便我们在户外啊 放一些东西都可以 而且这个顾客呢 选装了一个三公斤的洗衣机 平时在户外 洗衣服也非常方便啊 而且他比较省水 也省电 然后这边呢 留起来做成一个储空间 平时的一些物品啊 包括我们户外的桌椅啊 行李啊 都能够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那么这个就是车身尾部的一个结构 这是 大家看到这个呢 是就这样棚的一个 一个脚感 这样棚的一个脚感 然后内部呢 大家看到都是防空虫隐私的一个杀窗 防空虫隐私的一个杀窗 视频的最后 还是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吧 视频大家看到这些车呢 是福特新时代5米82 底盘打造的一个B型房车 它是个2.2T的动力 6AMT的变速箱 后驱后单胎的 如果大家喜欢5米99的的话 它是后驱后双胎的 这个车长呢 是5米82 宽度2米 高度呢 是2米75 内高是1米83 是个6座板 后横床的布局 非常适合商务接待 或者我们短途家里面履行的一个车型 它是一个6座 开一台车就可以了 这台车呢 是顾客定制的一个车型 我们还有个基础版的车型 基础版里面配的是一个400%锂电 3000万的逆变烟器 24V的海洋顶制空调 微波炉 电磁炉 驻车 水暖液器 包括这个这些电视都有 那冰箱也有 那这个车是顾客定制 是个高配车 在这个基础版的街上 还有碳能板 包括爬梯 还有外置抽拉灶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 三公斤的一个洗衣机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感兴趣的 以这台车为蓝本 喜欢这个配置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